哈喽 大家晚上好 又做直播了 有点暗 有点暗 早一点亮的地方 现在是晚上8点多的时间 8点半的时间 我在中国这里做直播 看一下 看到你们在线上 有人开始在线上了 有点暗 不可以打灯 那我要打灯 找不到灯 好暗 看到吗 看到我吗 转一下 现在我是在新郑州 中国的新郑州 新郑州的 不是新郑州 我是在郑州 郑州和新郑州拆一个大概 40公里左右的 路程 早上我是去 今天下了飞机 是去新郑州 可是我住的地方是在 郑州 本身是在郑州 在中国里做直播 好难得 我住的是这间酒店 郑州看到吗 哎呀 Court Yard Mario Hotel 是鬼老的酒店 Court Yard Mario Hotel 所以还挺不错的 因为好的酒店在这个 在郑州里面有很不错的酒店 不过下一趟我来我应该会去 在新郑州那边住 因为很远耶 还要叫时机载过去 就是这一间酒店 你看感觉上挺不错的吧 所以今晚上就住在这里 那来到这边呢 我会觉得跟东海比较起来呢 当然东海那边感觉上更加 更加少车 更加更加的 小线嘛 那感觉上 这其实也是一个小地方 它不会说很大 所以你看它 马路上的车流量也不会太多的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马路上 可能它在那个 新郑州城市那边 会比较热闹一点 但是晚上我们也在那边 下一趟 下一次我就会去那边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住的酒店 今晚上就住在这边 今天好累哦 告诉你 今天因为跑来跑去嘛 在下北京又从基隆坡 又跑去新加坡 那又去广州 那终于来到了郑州这个地方 嗯 期待好久 好想好想来这里的哈 来我们走进去里面 可能比较亮一点 这酒店挺漂亮的呢 又又很少人 所以感觉上很舒服 嗯 现在你们看到我 比较清楚了一点了吧 晚上还OK啦哈 听到我的声音吗 但我看不到你们的 写的东西啊 嗯 太累了眼睛蒙蒙了 看不到东西 天气还蛮好的 这里是属于夏天的气候 所以都是挺挺舒服的哈 那这里有个门口有个喷气池 挺漂亮的 走在这边 在这里做直播 哎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嗯 OK 现在你们有看我刚才傍晚 下午做的那个直播好像有点毛毛鱼哈 刚刚做的那个直播 就是带大家去看环蒂布鱼哈 我转过来这边坐 这边有点半观哈 这个角度有点恐怖 哈哈 那关键不怎么好哈 好了好 我转过来这边 转过来这边 不然我就进去酒店里面吧 酒店里面 酒店里面比较冷哈 在外面其实挺舒服的 而且这酒店好大间 然后感觉上又没什么人住哈 人气挺少的 所以还挺舒服的 人很轻轻的哈 人很轻轻的哈 有些人可能会怕 上次我不怕 哎 谢谢您 这这酒店的服务真的是很好 很很贴心 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哈 都很贴心 所以刚才我去了那一个 OK 现在走进来 所以刚才我去 那个环地顾理的时候哈 他会担心 去错地方啊 什么之类 在半路上还会打电话来关心 所以觉得很贴心啦 这里的环境挺好的 等一下我要喝 喝一些咖啡休息一下哈 太累了 今天太累了 今天跑来跑去哈 OK 大家晚上哈 这里就清楚很多了哈 现在是在酒店里面 OK 明天明天我也是会在环地顾理这边 明天在环地顾理 那后天 后天也是在环地顾理哈 所以在环地顾理那里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去研究 要去看 要去了解 然后过后我就去东海 所以一路都会跟大家做直播 给跟大家分享一下 给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去了哪里 OK 所以你们也感觉上跟着我一起去旅行的那感觉 是不是很好 这里其实的气候是属于夏天 夏天这里是31度 31度左右哈 今天它的天气一暴是讲31度 今天走到脚都痛了 OK 其实这个酒店的环境很漂亮 它外面有很美的风景哈 就是可能可能不太方便哈 不知道你们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嘛 挺舒服的 Hotel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酒店的感觉哈 你看 是很舒服 挺挺真的好舒服的哈 在酒店感觉很好 我们走进来里面 那又中式又西式哈 等一下我会在这边喝咖啡 休息休息一下 OK 是不是好 整个环境都很漂亮 而且很清静 没什么人 可能又不是什么万计的关系吧 所以感觉上 没什么人哈 那 这个椅子有点怪怪的 OK 见到吗 我觉得我好像要丢口气的感觉 OK 看到你们的comments啊 这样子就好清楚 好舒服 今天太累了 赶飞机 那一下飞机就赶着去 一下飞机就赶着去 一下飞机就赶着去 黄地固里啊 好紧张 因为来的目的就是去看那边 所以就 深深的被这个地方吸引啊 所以就赶快直接就 什么都不想哈 行李丢在酒店了 就跑了过去 那赶着他关门之前 他开到五点哈 所以在五点之前 我有大概整个小时 在那边 去跟那边的人聊天 挺好的 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哈 今天认识到处都是故意人哈 认识了这边的人 发现到 这里的人跟东海的人都一样 很热情很热情 然后也不是会 然后就是属于 真正是交信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那不像 因为中国我也去过很多地方 有些地方的人 就比较 可能比较现实啦 或者是 可能就是 比较商业化 那我 我去的这个 东海 还有这个郑州 新郑州这边的朋友哈 跟新认识的朋友都很好 都 真的是 感觉上很贴心啊 ok 今天要早是已经太累了 明天一早 就 我就要去 黄帝谷里那边哈 那有导游带我走 整个地方 去了解真正他的 更深入更 讲得更细的 关于他的一些历史 一些 一些故事 所以要去看很多 很多东西 所以明天教会是很忙碌的一天 一整天就在那边 那么 后天我希望半天的时间 还在黄帝谷里 或者是 后天的行程啊 还在想 如果明天黄帝谷里那边 我研究完了 研究完了 研究完了过后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 后天我想去黄河 黄河就是在郑州这边 就是在我住的 靠近我这边 所以黄河也是 其实我想去的一个地方 ok 我们母亲之河 所以这个黄河 应该也是很值得 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可能我放在后天 那过后 黄河过后 我就会和我东海的朋友一起去东海 那我这边 当然我过来这边 我东海的朋友也会过 都有过来这里陪我 所以感觉上还蛮多朋友的在中国 ok 所以有时候做人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到处遇贵人 到处都是交到好的朋友 正能量的朋友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保持着很好的能量 所以就是我想这个 你去到哪里才会遇到正能量的人 对吗 所以有些人可能他一直遇到小人 或一直遇到阻碍 可能跟自己的能量资产有点关系 因为你自己上发出那种负能量的资产 所以你遇到这东西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ok 外面的风景其实很漂亮 只是他好像不可以出去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了 外面你看外面好漂亮 如果可以带你们出去看那就追 ok 可是好像不可以 看看后面的风景都美 走酸 找地方靠一下 ok 声音清楚吗 忘记问你们 欢迎问你们声音还有画面清楚吗 所以在中国做直播也不会太难 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还没有吃晚餐 今天就在这个cafe这里吃吧 不打算出去了 因为这个离市区还挺远的 大概20公里 所以在酒店全部东西在酒店解决了 那就算了 现在你们有没有来人来过郑州这个地方呢 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些你们的 嗯 你们觉得郑州很不错的一些景点啊 给我知道一下 今天还蛮勤劳做直播的哈 半夜做一次 刚才4点做一次哈 现在又再做一次直播 嗯 所以有时候出门哈 我觉得好的东西 或者有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就群劳一点做直播 看一下哈 我现在是还有人问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中国郑州 JW Marriott Hotel OK 看一下哈 画面有点萌啊 会吗 我这里看的网数是还挺清楚的 OK 嗯 那么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分享啦 就是给你们看看一下啦 没真实来说 我还没有真实了解 了解到他的这个地方的特色 只是被觉得 这个地方很值得大家 因为我们身为华人呢 我们元王子孙 华人子弟哈 我们华夏文化的串始 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 我们 头脉相连的祖先哈 其实就是 啊 这个先元皇帝 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 我们叫元皇子孙嘛 就是元帝还有皇帝的子孙 所以我们真正的 根其实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在这边啊 那这个祭祖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很多很多 其实来自世界各地 或很多其他 啊 其他人来寻根 都会来到这边来祭祖一下 因为我们的根其实就是在这里嘛 所以他这里有一棵树 他有做一个 画一个 这里很很出名的一个就是树 画一棵大树 树里面有分枝分叶 分枝分叶都有些不同的新式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从那边来 然后就是同麦 同一个根树根 同根生的 明白吗 所以这些可能明天我就去了解它的历史 那这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很不错的顶 顶就是拜拜的那个顶 那是属于全世界最大的顶 明天也会去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轩园 轩园庙吧 还有始祖街 还有一些蛮有特色的一些地方 ok 所以明天哇应该很忙啊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跟你们在线上做直播 互动啊 因为我还要做很多记录 毕竟今天来我是做考察 那除了记住以外就是去学习一下 他们这里的文化去更加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 然后希望把这些文化渊源流产的给带下去 所以这个 这些文化不太好 可以 还有 我说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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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先借回来了 刚刚卡线了一下 没关系 因为在中国做直播毕竟不容易